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不是黄盖 也不是周瑜 而是诸葛亮 若不是诸葛亮向上天寄来东风 周瑜黄盖的火攻之计根本不可能实施 因为要实施这个计谋 就得依靠风力 最终 在诸葛亮的帮助下 东吴顺利地得到了东风 一把火将曹营烧得干干净净 曹操八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自此 诸葛亮名声大震 成为了令众人仰视的存在 然而事实上 这只是三国演义的改编版本 正史中的赤壁之战根本就和诸葛亮没什么关系 曹操南下后 刘备迫于无奈 只能撤退 他原本是想逃到焦州吴俊那里去的 因为吴俊和刘备是朋友 但是鲁肃拦住了刘备 鲁肃认为单靠孙权一方是挡不住曹操的 不如把刘备也捆绑在一起 这样至少多一点胜算 在鲁肃的劝告下 刘备答应暂时不往焦州撤退 并派出诸葛亮去和孙权商讨 结盟事宜 这就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最大表现 孙权和刘备联盟后 当即以周瑜为大将 统率三万兵马对抗曹军 而刘备这边也派出了不少的兵马跟随周瑜一起作战 曹操的士兵很多都是北方人 荆州士兵又刚刚归附曹操 人心不是特别安稳 所以当时曹军的士气并不是非常高 再加上瘟疫横行 所以曹军表现出来的战力并不是非常强 直接被孙刘联军打得停靠在长江北岸的乌陵一侧 不敢轻易出来交战 曹军不出 孙刘联军也没啥好办法 双方只能干瞪眼 最终还是黄盖想出了一个妙计 击败了曹军 这便是火攻 正史中的赤壁之战 诸葛亮只是一个使臣的身份 并没有参与具体作战 也没有参与借东风之事 这都是三国演义杜撰的 正史中提出火攻之计的人乃是黄盖 而且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的人也是黄盖 所以说黄盖才是赤壁之战中最大的功臣 是他给曹军带来了致命一击 使得曹操被迫狼狈撤退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在赤壁之战中立下大功的黄盖 却在此战之后销声匿迹了 这是为何呢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 三国演义对黄盖的弱化 对于三国演义 尊留一曹这个大部分人普遍的看法 三国明明是三个国家 为什么说尊留一曹呢 那吴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 刘备一方都是忠义之人 是值得赞赏的 曹操一方 枭雄颇多 也值得说道说道 但是东吴一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人物 这完全就是三国演义表达出来的意思 重点就是 刘备和曹操争夺天下 东吴只是陪衬 从猛将角度来说 曹操和刘备手下都有不少的猛将 其中许多人还是顶级的水平 三国演义中的顶级猛将共有八个 他们分别是吕布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忠 徐楚 典伟 严良 可以看到 这些猛将有五个属于刘备一方 两个属于曹操一方 就连被灭了的袁绍 他手下也是有顶级猛将颜良的 可为何单单东吴没有这种顶级猛将呢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张辽基本就是东吴猛将的天花板了 就连太史词和甘宁这种猛将也不是张辽的对手 可见在演义中 东吴猛将的战力是多么的差 可事实上 正史中的东吴猛将一点不弱 赤皮之战 败曹操 荆州之战 败关羽 宜林之战 败刘备 东吴猛将哪里弱了 其次 从统帅的角度来说 东吴有四大都督 他们分别是周瑜 鲁肃 吕蒙 陆逊 可以说 他们四人都是当时的顶级统帅 是当时天下都尊敬的有才之人 即便是在后世 周瑜 吕蒙 鲁迅的评价也非常高 他们也被列入古今六十四名将 裴四五庙 足见大家对他们能力的认可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呢 正史中的周瑜 雨善伦经 谈笑间 唐鲁 灰飞烟面 然而演义中 他却被诸葛亮直接给气死了 让人觉得周瑜就是个小气之人 正史中的鲁肃是个文物全才 他使用弓弩 可是能直接射穿盾牌的 但是演义中的鲁肃是个任人欺负的老实人 形象差距巨大 正史中的吕蒙 有识别三日当光目相看的美誉 结果演义中的他被描述成为一个不顾大局 破坏孙流联盟之人 可以看到 演义中把东吴最出色的军事统帅 都弱化得不成样了 综合演义中对东吴猛将的战力打压和统帅的弱化描述 我们完全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演义中是看不上东吴的 刘备和曹操两方才是争夺天下的主角 孙权和东吴不是重点 他们的作用就是配角 所以说大家看三国演义 疑惑黄盖在赤壁之战后销声匿迹 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毕竟东吴将领不是重要人物 让他们消失那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也没有抹黑黄盖 二黄盖年老转内政了 演义中的黄盖在赤壁之战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但证实中却并非如此 黄盖在此战之后还活了很长的时间 赤壁之战黄盖被刘剑射中落入水中 虽然他被东吴士兵救起来了 但由于他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他暂时去养伤了 没有参加后续对曹军的作战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后面的南郡之战孙权公吴之战 黄盖都没怎么露面 再后来孙权论功行赏 给黄盖封了一个五封中郎将 并将其调往后方 让他负责处理后方的治理任务 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擅长这块 说白了 因为黄盖这个人年纪大了 且处理政务有一套 所以孙权把他从对阵曹军的前线给撤下来了 让他去对付后方的蛮族 这对于黄盖这种老将来说 也稍微轻松点 毕竟蛮族的战力远没有曹军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黄盖逐渐偏离了三国争霸的路线 毕竟大家主要关注的是 魏蜀吾三国之间的战士 黄盖被调往了后方 自然无法参与和魏国蜀国的作战 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不过虽然黄盖没能参加到和魏蜀两国的争霸战争 但他在后面的治理任务也完成得不错 还被孙权封为了偏将军 最终病死于任内 三国治 后长沙易阳县为山贼所攻 盖幼平讨 嘉偏将军 病足于关 盖当官决断 事无留置 国人私之 极权建作 追论其功 次子禀决 官内侯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